選戰倒數 蔡英文總統現在是向817萬 曾經投給他的人喊話 說支持民進黨就是投給蔡英文 可以讓他更有力量 這次又沒有選蔡英文女士 他又怎麼會更有力量呢 如果是他本人的話 我只是這樣想 要投給你才會更有力量啊 可是你不知道我有沒有投給你啊 所以你也不知道你有沒有力量 我會覺得被情緒勒索啊 如果我真的對他不滿意的話 就他的言語上可能會讓你都有壓力的感覺 會覺得是情緒勒索這樣 真的會有嗎 會 他其實有沒有力量跟我們沒有關係 有不盡名的好處就是 怎麼樣 對 就是當下一定會說好嘛 就是好啊好啊 就很爛我就不會投給你了 對 因為他說 好好好 一定投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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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到時候我可能忘記去投票之類的 會都一樣爛嗎 為什麼 那哪裡讓你覺得爛 不是就政客嗎 他那麼爆了 真的 我覺得那個那個明星就是力量 不需要靠投票來決定 這樣會太執著 你要靠你做得好 你有口碑 那你就不需要 你的力量是本身你的正能量來吸引你周圍的人嗎 不過民進黨的支持者 可是很吃小鷹這一套 總統真的不錯啦 那會把票投給民進黨的嗎 我還是喜歡我的柯文哲 就還是會停 還是會投啊 對啊 之前投給他啊 然後呢 之前投給三文 對啊 民進黨的 對 因為我們家是民進黨的 所以就投給他 這次我還是停民進黨 為什麼這麼喜歡民進黨 因為我們家人都是民進黨的 對啊 就這樣 對 這次也沒有蔡英文可以投 但是這次就是 對啊 應該會回去 如果真的回去投的話 會投蔡其長文 我喜歡民進黨的原因 我覺得主要是還是在台海的立場 跟可能對於台灣 或所謂中華民國未來的方向上 的意識形態比較符合這樣 選戰倒數時刻 選民心中看重的是這個 我沒有挑耶 就看證件 還是看證件比較符合 自己想要的方面的 喔 證件 對對對 沒有看藍綠 現場選舉的部分的話 它並不是一個國家議題 它是屬於區域性的 那很多甚至於一些候選人 他們所說的一些證件 老實講 已經超出他現在這個 他現在這個職務 所要能夠呈現的那些力量在 我覺得這不是一個好事 這是一個好事 很多民眾反問 蔡文總統有沒有力量 到底管我什麼事呢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 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 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淫髮族 有兒童 有孕婦 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